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集我想教大家做一句叫做 蒜香銀魚蝦乾飯 嘩 只聽到這個名字 我已經很想爬山門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煮 其實煮到這個飯 全因為我無聊 打開雪櫃 然後在那裡看看 有些什麼要吃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壞習慣 經常經過雪櫃 看一看 然後關上去 走完之後又看一看 然後又關上去 這個壞習慣 我到現在都不是太改到的 不過 有一個好東西出來 就是有一個菜 可以煮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馬上開始 砰 知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雞油 即是雞的脂肪 其實這個蒜香銀魚蝦乾飯 味道就是很鮮 有些人都覺得是足夠的 不過如果想令它更加美味 的話 加些雞油煮 很好吃的 好 我們不是真的這樣放下去 我們要處理一下 怎樣處理呢 即是開始 好 這裡有些雞油 我們就要把它拿出來 其實真的是脂肪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把它切掉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太細塊 好 切好之後 先放好它 為什麼我們要切開它細一點呢 其實我們是放進一個鍋裡 用慢火把油份逼出來 如果我們太大塊的話 它就需要多一點時間去做 細塊一點 它的油又可以出多一點 時間又快一點 於是就可以切了 我們就把切好的雞油 放進一個冷的鍋裡 然後放開它 接著我們就開一個 中慢火 熱一下它 等到又開始聽到一些聲音 我們立即可以調最小火 然後讓那些油慢慢逼出來 OK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要做其他事情 好了 這兩樣東西我們要先做 我呢 就已經把它們浸了 洗了 這個就是蝦乾 一個就是銀魚仔 銀魚仔 我們浸它大概10分鐘 然後倒了水 然後吸乾它就可以了 蝦乾你可以浸久一點 我就浸大概20至25分鐘 甚至半個樓都可以 然後倒走水 然後吸乾它 放在這裡 好嗎 那麼銀魚仔就不用再攪拌 有它在這裡 至於蝦乾呢 我們要處理一下 有時候蝦乾 就這樣放進口裡 我就覺得 嗯 好像太過大件 太過難咬了 於是乎 有時候我們會把它切開一半 譬如說這個這麼大 我們會把它切開一半 你吃下去的時候就會舒服一點 好 搞定蝦乾 然後呢 我們就要切一下這個乾蔥 乾蔥呢 你可以選擇把它切粒又可以 切融又可以 但是呢 我就喜歡吃到乾蔥 於是我就切薄片 好的 好 切完 接著 這兩個 一個就是蒜蓉 一個就是薑蓉 那這兩個我就是 一大早磨好 但是如果你說 啊 我也是喜歡 吃到的 這樣呢 你就要自己考一下自己的功夫 就要切到它很小 因為呢 我覺得呢 如果你太大顆 咬到一些蒜 薑度呢 就一般的 最好呢 就真的很小很小 甚至好像我那樣的融狀態 就很好了 OK 揮 好 接著你預備了一些蔥花 這樣就切了它 一粒一粒 這樣 然後呢 就預備了一些米 這樣就洗了乾淨 之後呢 我們就晾一晾水 因為呢 我們這個米呢 會直接在平底鍋裡煮 比飯煮還要快 我告訴你 好 好了 所有的材料預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唯一要等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等那個雞油呢 慢慢的 出來啦 哈哈哈哈哈哈 還需要一點時間 OK 我們等一下啦 這個雞油呢 我們大概煮了十分鐘左右 已經呢 出了差不多八九成的 都已經呢 是盡的了 OK 哇 你看到都很多油下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不是用完 我們呢 是用少少的 剩下那些呢 我們攤凍了之後呢 放回到瓶裡 你可以呢 放在雪櫃裡 也可以 放在這個室溫裡 也可以 那室溫度呢 就容易些用 不過就不能放太久 雪櫃呢 你就可以放久一點的 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倒出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你就預備一個燒機 和一個很乾淨的碗 OK 因為呢 我們不想那個油呢 有任何骯髒的東西 好 先關火 然後我們可以慢慢倒下來 刮出來 所有渣 OK 就是這樣了 乾乾淨淨 燉一燉 這些呢 不要的了 你會見到這個油呢 嗯 還有些渣子在裡面 其實呢 我這個隔渣的方法呢 不是最好 只要是最基本的 你家裡用呢 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做好一點的話呢 你可以找快的那些 湯袋啊 然後隔著個燒機 再倒下去 又可以 湯袋當然是 Sorry 作廢啦 但是如果你不想浪費湯袋的話呢 你可以找些廚房紙 OK 鋪一張 甚至乎兩張 再倒些油下去 那些渣就會隔得更加好的了 OK 好了 跟著呢 我們趁平底鑊 還熱的時候 要倒些雞油下去 我們要炒香這個蝦乾和鋪魚仔 好 這個油還是熱了 少許 多一點 來 香一點 夠了 夠了 先炒香 跟著鋪魚仔 我們可以用中上火去炒香它 在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加鹽或者不加 加了鹽呢 它就會香一點 好 夠了 跟著用個碟 倒回去 千萬不要炒得太厲害 好了 跟著呢 鑊都不用洗 我們可以繼續下去了 有沒有發現 我經常都很懶呢 是啊 我經常想一些方法 讓大家可以少洗一些東西 好 先開火 跟著呢 再加些雞油 多一點了 今次 因為呢 我們要炒那個米 第一樣要爆香的呢 就是乾蔥 我們可以用中火去把它爆香到半透明 好 跟著呢 我們就加些薑了 爆香了 那你一聞到香味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我們的米 嘩 跟著呢 我們一定要拌勻它 對呀 我們要炒到一些米 一個什麼的程度呢 我們要炒到它呢 是珍珠白色的 這樣呢 可能你需要少少時間的 但是千萬要忍著手 不好呢 就說 嗯 調大一點的火先 千萬不要 那些飯呢 是會焦和乾的 所以呢 我們用中火去煮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見到呢 它有出現少少珍珠白色了 那就準備好了 我們呢 在這裡做個小孔子 這個小孔子呢 是要爆香的蒜蓉的 但是為什麼 喂 現在才爆香的蒜蓉呢 其實我講了很多次的 蒜蓉呢 如果你煮得太久的話 是會苦的 於是乎呢 我們在淋在這個湯前呢 我們才去爆香蒜蓉 好 好 又加一點點油 沒有油爆蒜 不要香的 就知道了 好 蒜 千萬不要貪心 再爆香一點 爆啡它 不要啊 我們要味道而已 好 拌勻 哇 都真的很香啊 你可能會覺得 拌勻不均勻 怎麼辦呢 不要緊 我們一加水之後呢 所有東西都很均勻 好 拌勻之後呢 我們就加我們的 煮飯液體了 首先我們有雞湯 先攪拌一下 然後水 現在再拌一下 讓所有東西呢 再均勻一點 好 那個黃金比例是什麼呢 米和水 就是米是1 水呢 1.5 記住了 好 這個時候 放我們的蝦乾和銀魚了 好 接著 用這個中大火呢 就煮滾了它 然後呢 就調回這個中慢火 就煮它呢 十分鐘 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呢 你就關火 再焗多它 五分鐘 OK 這樣就可以了 煮了十分鐘 再焗多五分鐘 準備好了 哇 一邊煮的時候 一邊聞到 好香啊 真的現在 真的聞一下它了 Oh my goodness 好香 好香 接著 再灑點蔥花 朋友 可以吃了 我不客氣了 哇 哇 吃一點點 免得被泰嫂說我吃光了 超好吃 Oh my goodness 真的很好吃 喏 有兩樣東西你要記住的 如果你真的要像我那樣煮的話呢 一定要找一個 熱力平均的平底鍋 其實最簡單呢 就找那些鑄鐵鍋去做 就是最好的了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如果你覺得 這個食譜不夠味的話呢 你可以加一些 甜豉油下去 拌好似煲仔飯那樣吃 都是一流的 好簡單的 這個 記住嘗試做 OK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就是點讚它 多謝大家 我要繼續吃多兩口 四五六口 哈哈